北京时间1月28日,NBA2022年,全明星球迷投票的最终结果出炉,胡人巨星詹姆斯,9128231,完胜库里,和杜兰特,再次当选全明星票王。詹姆斯18次全明星,9次票王,以及5次队长,狂刷4个历史第一记录,票数,再创历史新高,追凭乔丹,和科比,创纪录。 回顾全明星票选过程,首轮投票结果揭晓后,詹姆斯2018725票,落后库里56万多票,一周后,第二轮投票结果公布,詹姆斯4386392票,缩小于库里的差距,追到仅仅落后7万多票,第三轮票选结果公布,詹姆斯6827449票,依据反超库里80多万票,最终,老詹,稳稳拿下票王。 詹姆斯再次当选票王,创作项历史记录第一,詹姆斯票数,打破自己保持的历史第一记录,刷新了自己,在2020年,获得6275459票的记录,并且,得票数,突破900万大关。 第二,詹姆斯连续6年当选票王,生涯第9次成为全明星票王,9次票王,已经追凭乔丹,定列历史第一,未来,老詹有望超越乔丹,独享历史第一。 第三,詹姆斯连续5年,成为联盟分区队长,这也是历史第一记录。 自从全明星改制后,老詹一直担任分区队长,票王拥有选择全明星受罢的优先权,西部全明星队,以詹姆斯的名字命名,此前,詹姆斯队,四战全胜。 第四,詹姆斯连续18年全明星受罢,继续刷新自己保持的历史最长记录,第二长的记录,是鲍伯库希的连续13次。 第五,詹姆斯18次入选全明星,追评可比,定列历史第二,排在历史第一的,是贾巴尔19次入选。 胡人官方第一时间,祝贺詹姆斯当选队长,以及连续18次全明星在首发。 西部首发是詹姆斯,约基奇,维金斯,库里,和莫兰特。 东部首发是杜兰特,恩彼得,子姆哥,德罗赞和特雷扬,最后再次恭喜詹姆斯当选票王,并狂刷历史第一记录, 札队长,将带队冲击五连胜,究竟老詹姆挑选哪些球星,来组成豪华战舰?我们拭目以待。